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姐怎么了 你回来 妈跟你说 你有什么证据断定人家董汉民外面有情况的呢 谢谢 我没有什么证据 我这不才把你找来了吗 我让你帮着我分析分析 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吗 我连人家面都没见着过 根本不了解人家 你说我怎么分析啊 我这不是说吗 让你站在男人的角度 来分析分析 有没有这个可能 站在男人的角度也没法分析 现在年轻人的想法跟老年人的想法大不相同 而且一代跟一代轮都不同 天下老过乌鸦一般黑 啥社会这男人都是吃着锅里望着盆 再说汉民呢都五十多岁了 人家说了 人越老了这心里就越花花 不 我可不说你啊 你别让心里去啊 这你可不是那人 你要那人我都不跟你好 真的 不在于你说我不是说我 问题在于你不能轻易冤枉人家小董 只有先调查研究 然后再下结论 这才是正确的工作方法 反正我看我姑娘那个样啊 汉民啊 像 那也得调查调查再说啊 咋调查呀 跟中啊 那不行 那你说 我帮你想想办法吧 我帮你找他 妈 大姐出什么事啊 我这鬼子 偷吃啥呀 嚷啥呀 你 我这门去 你吓死我了都 郑叔叔您也在 您好 您好 好 好 你看看 你看这些孩子呀 一点都不注意身体健康 那个乔乔也是 大冷天往处跑 连个外罩都不穿 赶快喝喝热水 暖和暖和吧 没事 谢谢您 妈 大姐到底怎么了 不是你大姐 是那个董汉民 外边可能有猫腻 还真是啊 还真是 你知道 不是 那天我跟千丽不是去教她 到郑叔那儿吃饭吗 结果我到办公室一看吧 她那眼圈红红的 明显就是刚哭过 我就觉得不对劲 千丽就怀疑 董还没有问题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你看 我们不就是怀疑吗 也没有什么证据 怎么说呀 再说 那天那种状况是吧 说这个也不合适啊 什么合适 不合适的 你们 行了 行了 我不说咱想办法 用您的老招 什么 跟踪 你看 只有这样 跟踪 谁去呀 咱啥呀 时刻开车 咱们俩盯紧咯 行 立即 立即 走走走 那我放个衣服 给那个东西给我 不在我这儿 在千丽呢 你怎么放餐了干嘛呀 我带回北京去啊 您那么坚定 那么决绝 管千丽要 你讨厌 你讨厌 郑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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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是 二姐吧 你是乔瑞吧 对对对 我是乔瑞 我爸上你母亲那儿去了 让我在这儿等你 请坐吧 二姐 请坐 真是久仰大名了 总听我们家石盒 跟我们提起你 是吗 他都跟您说什么了 他说你是大律师 嘴巴特别厉害 出口啊 能成章 从他嘴里 还能夸奖我 可真不容易 他还夸你呢 他说你呀 刻薄 过奖 过奖 我看不像啊 这石盒要不是 我亲妹妹啊 我真不敢相信 那些话是你说的 说我妈那名叫女特务 亏你想得出来 不是 那什么我 您别介意啊 没事 都过去了 对 刚才你说 你爸去找我妈 什么事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挺着急的样子 对了 我爸还让我跟您说呀 就您那个事 回头再聊 行行 你知道那个 你爸和我妈要结婚是吧 昨天夜里听师哥说了一嘴 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你跟我们家师盒在一起啊 就是碰巧遇到 然后就在一起待了一会儿 老同学 我们老同学 我说的呢 我们家师盒回去穿了一件男士的羽绒服 是你的 对 应该是 你对那个事怎么看的 哪个事啊 就是你爸和我妈要领证的事啊 我尊重你们的想法 你要是昨天呢 跟我们家师盒在一起 你就应该知道 我爸之所以反对这事吧 是因为我心疼我妈 我怕她去美国受罪 您能理解吧 理解 理解 特别能理解 那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呀 我反对什么了 我都跟师盒说了 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你该不会是跟我们家师盒谈恋爱的吧 没有没有 这个绝对没有 我们俩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不 应该说是好朋友关系 不是就不是吧 干吗弄那么紧张啊 我没紧张啊 我很冷静的 是吗 瞧你这紧张的都出汗了 还说不紧张呢 没出汗呢 我就是开个玩笑 您这玩笑开得有点大 你看咱们两家的关系 你看这都是亲戚关系了是吧 不是还没成亲戚呢吗 对 那个 打这个证啊给你 你来保管 为什么放在我这儿啊 你是郑叔的儿子 又是我们家十和的老同学好朋友 所以啊 交给你处理比较稳妥 行 等我爸回来 我转交给他 行 我回去了 行 您别忙走啊 您再坐会儿吧 乔瑞啊 您以后别跟我拧拧的啊 你就叫我二姐 行行 二姐 虽然都叫二姐 可这含义啊 可大不相同 那我走了 来来来来来 哎呦 可可可 这超标的呢 你看看 哎 他领扔一个空啊 别急着下结论 看他再说 啥呀 别急下车 铁板定定一块儿了 师父 赶快把车追过去 快点追上他 我抽他 哎呀妈 您抽他有什么用啊 您别激动 这样只能把事情弄得越来越糟 别着急 咱们商量啥子 商量什么呀 感觉不是你闺女了 很商量 妈您别这么说话 说吧 你看这飞党着我这是 你可大眼瞪小眼的 怎么办 说吧 反正吧 就是不能吵闹 当初苏凯文出那事的时候 我不是跟大吵大闹的吗 他不是闹离了吗 你那是你 他呀 我找他妈去 真的 我让他妈 好好教育教育他这儿子 董汉民都多大了 他妈管得着他吗 再说了 这种事情上面 妈都是活儿子的 就是啊 妈你想想 咱们家百姓要出这事的话 你还能站在鸡秀那边啊 百姓 他也不可能 他没这两下子 妈您可真逗啊 听见没有师父啊 这换了别人家啊 那就不要脸啊 妈 换咱自己家叫啥 能耐 本事 行了 你闭上那嘴吧 看着谁 行了 行了 妈 董汉民真的想跟我大姐离婚哪 你胡说啥呀你 你大姐离婚你高兴是怎么的 坐去 他董汉民在外面真有外遇的话 我今天非揍他不可 行了 行了 知道你拳头大 你拳头再大 能解决啥问题 我问你 这事你没跟金秀说吧 妈你真以为我缺些样子啊 这事我怎么能跟她说啊 不过金秀真问我了 我说的 妈和郑叔啊 又吵架了 我过来劝劝 啥叫又打架了 我们俩什么时候打过架呀 哎呦 你说这孩子我跟你说 这可咋整 你说撒谎都不会 你看见没有 多笨啊你说 算了算了 百山不会撒谎 说明他品质好 你就别怪他了 百山啊 别往心里去啊 你妈也是急的 是 妈呀你别着急 这事我看了 就是先揍他一顿 然后再跟他离 闭上你那乌鸦嘴行不 我闭上 妈你看你 我闭上你 那你让我来干啥来了 啊 妈 要不然 我再去找董哈明谈谈吧 你谈啥呀 我问你谈石磨 我有我的招 我不跟他说这事 我跟他聊聊懂得的前途 跟未来 没错 石磨 你就跟他谈这个 妈你说这董哈明 他不在乎自己老婆 总得在义自己的儿子吧 石磨你不能光跟他说 这个前途和未来啊 你还得跟他说说 这个他们家董德 当初是如何考上大学 那前因后果 是 让他知道 是谁给了他儿子前途和未来的 嗯 那这个 这个行吗 虽然未必奏效也只好如此了 石磨呀 那你就辛苦一趟吧 那有什么辛苦的 那是我大姐 义无容辞 秦玲 你跟石磨一块去 妈 我去干吗呀 我没得说 你去给长个胆 你 你装什么胆 我也不怕他董哈明 妈 我去 快 坐 坐那儿吧 哥 石磨呀 小事以理动之以情 从处痛他灵魂的角度跟他说 知道了 郑叔 董哈明要有所行动 我跟他赶快来电话 听见没有 不至于 老妈 董哈明也是有素质的人 什么素质 我看就是欠揍 你别说了 行 那我们走了啊 注意安全啊 碰碰碰碰碰 老郑啊 你说能贪痛不 能行啊 你得相信石磨那口才 你不是说过吗 石磨小嘴巴巴 挺能说吗 行 你得分啥事 这事不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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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也回去吧 我告诉你别也跟金秀说啊 家丑不可半仰 听见没有 哎呀 妈 你说金秀不是外人 是吧 你看你这孩子 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事 你不管咱得顾你大姐面子 不是吗 行行行 我知道 我不傻 郑叔 你说我缺心眼吗 不缺心眼 是吗 是吗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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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别老说孩子了 真是 等等等等 他怎么还不出来啊 该不会看见他俩溜了吧 不会 他又不知道我不知道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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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等你啊 姐夫 等我 有什么事吗 姐夫 跟您谈谈呗 谈什么呀 谈什么都不能在这儿谈吧 行 那我请你们俩喝茶 好 姐夫 我们俩都说这么多了 您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呀 该说不该说你们都说了 我还说什么呀 什么是该说的 什么是不该说的呀 小妹说 帮助我儿子懂得上大学 这句话就不应该说了 难道不是吗 没有我们家识盒 懂得能考上大学 小妹不是也帮过你的忙吗 那佳佳怎么没上上大学啊 董主任姐夫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很明白啊 就是我儿子懂得考上大学 靠的是实力 而不是靠的谁帮的忙 哦 过河拆桥是吧 我跟你说这桥还没走完呢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 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两话 小妹 懂得眼下在学校 你确实在他的学业上帮了不少的忙 这个呢我非常的感激 但是一码归一码 懂得考上大学 确实跟你没有多大关系 我呀到教导处去问过了 教导处的人说呢 说你儿子的专业考试成绩是第十九名 而我们学校呢只收十八个 也就是说他的专业考试根本就没有入围 后来呢是因为啊 他的文化课考试成绩 在全校考了第一名 才破格录取的他 所以说你帮他考上这个大学 这句话你就不应该说 不是 师傅 给你这同学打个电话 问问怎么回事 打他 打他 听听 对对对 赶紧拿 赶紧拿 问清楚了 咱们大家心里都疼啊 你不用在那儿嚣张 喂 老老家 我 石河 问你个事啊 我外甥懂得 当年考学的时候 你到底帮忙没帮忙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都上这么长时间学了 你问这个你怪没劲的 我可听有人说 董德是因为他的文化成绩 考了全校第一才被录取的 是这样吗 说话啊 那什么 我正开会呢 回头再跟你说啊 挂了啊 挂 您既然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早说呀 万美一直这么认为 你呢 也一直这么认为 我何必说穿了呢 这多影响你们姐妹关系啊 再这说了 我呢又不是小杜鸡肠的人 今天要不是你老拿这个说事 我永远都不会说的 小弟 结证 你不能走啊 就算石河没帮忙 没帮上忙 你也不能在外边搞歪欲啊 对不对 二妹 我觉得你邏輯有点混乱 这个 根本就没有因果关系 这 这 这人 这 这 算了 你这同学 真是狗王八蛋的了 你说什么忙都没帮上 还妖工情场的 太可恶了 我不早就跟你说了吗 这考学呀 不能完全靠关系 得靠实力 这回你不会揪着我不放了 怪我了吧 我什么时候怪过你啊 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呀 回家呗 这 那买单呢 回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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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咋呀 没贪通 怎么个没贪通啊 没贪通就是没贪通 还怎么没贪通 头疼死了进屋了 来 天灵 你告诉妈啊 到底咋个事 那董汉民吧 根本就不买我们账 他还说懂得考大学啊 石盒根本就没起什么作用 真混蛋 我告诉你真混蛋 这个人呢 也太丧天良了 咱这么说什么 那石盒没帮他忙 那是他呀 那他儿子考大学 他的功劳啊 妈 我还没跟你说完呢 啥呀 你说吧 哎呀我们在那儿 当时就给石盒的同学打电话了 石盒确实没帮上忙 人家说宝宝是因为文化课呀 在全校考了个第一 他们破格入取的 不可能 真的 人石盒亲自跟我说的 我都知道这事 真的 她那同学真没帮上忙 她那是捞人情啊 妖工情赏啊 我说呢 我一看这女人看来 不地道 不是什么好人 真的 她能把石盒的对象给抢去 你想想 这女人该多坏吧 行了行了 别为这个事生气了啊 老郑啊 谁贪上 谁都得生气 何况我这个人这性子这么急呢 不说别的 老郑我也得说说你 你说你们那个同学给介绍的那个胡涛 他是啥样人 你还说他忠厚老实怎么的 他老实个屁吧我跟你说呀 他能跟这个抢石盒的这个对象的人 两个人眼睛能对上眼睛 我看他也不是啥好鸟 我吧 行了 我跟你说 你看他 你也历历在目 我家里发生这些烂摊子事 你说我美国我能去得了吗 老郑啊 我就不去了 好不好 你是说 我说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去 秦丽啊 把你证书那个证件 都给他 妈啊 妈 你看你这 就这样 好不好 以后我有机会的话站在这里 好不好 那好吧 那我先回去 妈 你心里着急 你也不认证书啊 郑叔 我送你妈 不用 我自己回去就行 你歇着吧 走吧 郑叔 妈 那正好我也走了 我让诗盒稍微一段 我给证件 没在我这儿 诗盒是要在你这儿 我没 我是说没在身上带着 那个在办公室抽屉里呢 明天我抽时间给您送来吧 我走了嘛啊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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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谁呀 郑叔 二姐啊 乔瑞 您找我爸 他还没起呢 正好你在家 把那证给我 怎么了 用不上了 您也不用处理了 快拿给我啊 行 二姐 您先坐啊 爸 二姐来了 这是证件 对对对 二姐 您喝点什么 那就茶吧 好嘞 爸 快点下来 钱你来了 郑叔 这么早打扰你 不好意思 没什么 没什么 快坐吧 夏丽啊 你是不是想来听听 东强那个事啊 是 过两天您就去美国了 我怕耽搁了 还去什么了 昨天你妈的态度 你不都看见了吗 我妈就那脾气 过两天就好了 好 但愿 但愿 秦丽啊 我想跟东强啊 当面谈一谈 要动工作这样的事情呢 还是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为好 你说呢 没这必要吧 叔 这人哪 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谁不想好呢 话是那么说 和你跟东强毕竟是 二姐请用茶 谢谢 我不渴 行 那你们聊 叔啊 您不会是因为我妈不跟您结婚 您又不想帮这忙了吧 不会的 你郑叔不是那样的人 我答应的事情我一定不办 只是我觉得 咱这种事还是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 妥安一些 也行 这是您的那个证件 您说好 我妈的呢 我给她带过去 她还等着用呢 你这是 我就跟您说吧 我姐那事一天不解决 我妈就一天不能走 也就是说 她暂时还不能跟你登记 二姐慢走 不送了啊 还真有意思 爸 这老话说龙生九子子子不同 还真有道理 你看这张千丽跟张诗和 也太不一样了 真够识快的 您说呢 你还是关心关心 你自己吧 行行行我关心我自己扔钱了 我继续忙我的案子 好 好 谁呀谁谁 谁呀 敲门啊 干啥这么敲门去 哎哟啊 不好了不好了 怎么着呢 白身家都还没打架去了 那你咋不拦着呢 我哪能拦得住啊 刚才一听说 昨天等我里面有弹通 他不是一秒蹭着一下就算出去了 谁跟你说的 我问你谁跟 谁 咋 咋回事 是喝 那 那哥来电话问我谈得怎么样 我就说没弹通 我没说别的 你这嘴咋那么歉意 你说你哥的脾气 你也不是不知道 这出事了 他怎么扔你说 哎 哎 哎 妈 我快跳 快跳 师傅呀 你快点醒醒啊 啊 快点吧 金兄 你该把上哪儿电话 呀是要不正播着吗 哎呀他怎么不接呀 哎呀我的妈呀 你说师傅呀 他不接电话 你说师傅现在 能不能打起来了 啊 你再给他 给他打 怎么回事 他打过来了 哎 百姓 你大声点 你说什么 撞上了 你给妈一撞人家呢 妈 百姓挂了 乱里挂 那个配动不干 都怪我 真 你说我要不吹 啊 那车也不能撞上 也不能赔个五百块钱呢 那就 妈 先不算什么 人没事就好 赶下没花你钱啊 妈 嫂子说得挺对的 啊 没事 破财免灾 嗯 不财免灾 要不真能免灾 还真不错呢 你说百姓 到现在你说 连个电话都不接 咋个事啊 你这要出事咋整啊 你说呀 咱们怎么跟你大姐交代呀 你说呀 妈 我哥回来了 啊 百姓 没事了 没事了 没事 老妹 给哥倒点水 喝不酒 你喝多少酒啊你啊 干我姐夫 喝这么多啊 水 水水水水 你不去打架去吗 啊 怎么着呢 妈 啊 有什么好打的 来喝口水 这事根本就不怪我大姐夫 哎呀 找个事 你再说一遍怎么着 这事啊 根本就不怪我姐夫 都是我大姐夫说 你说打媳妇当成那样 老公能不在外边搞事吗 怎么啦 你你你 你说你说 嗯 啥 哎呀 你说吧你 我就是说一万遍 她也不是我大姐夫的错 我跟你说 这事啊 都怨我大姐 我大姐太不笑话了 天天屁大的事 跟我大姐夫 唠叨个没完没了的 嗯 嗯 哎呀 什么 不洗脚 不换内裤 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复职 为什么这个月奖金比上个月少 妈 妈 妈 我姐夫 一接电话 就问 是男的 是女的 妈 你说烦不烦呢 要搞我呀 我在外边我早就搞出点事来了 什么 你你搞 你想搞个什么样的呀 媳妇 你别拿话套我 我没喝多 我就是打一个比方 哎呀 你还打个比方 你还 哥 别在这儿吐 去呀 去呀 去 你去看看她呀 我不 她活该 哎 你可是她媳妇啊 你去不去 你去不去呀 嫂子 妈 你喝死了 妈 你轻点派 你可 咋这样呢 你说 你说我亲自她去跟人打仗进来 你说她喝这么多猫尿呢 你说 没打架没出事 不好啊 哎呀 行了啊 屁股都揍人那边去了 还不如打起来呢 行了 妈妈 真出点事你又该着急了 我拿着我拿着不错了 太难受了 妈 看来呀 这皮子和白子 不能一块活 一块说多好 喝死拉倒 是不是 老子 来 你坐喝点水 妈 我接着说 行了 闭嘴吧 妈 咱们家呀就是个母系社会 你 石阁 还有你 咱们家 个个都是女领导 在咱们家 我一个大男人 我从来就没有发言权 即使我发了眼 啊 也是 备受打击和迫害 妈 今天就让我这个备受 迫害 备受压迫的人 发发言 你别说这点酒喝的 你别说这话说的挺顺利啊 哥 你说的挺好 接着说 老妹支持你 家对男人来说 是什么 家意味着 后院 港湾 疗伤的窝盆 可是 你一回家 就看到窝盆里躺一只老虎 不是 是 厉长 妈 你什么感觉 害怕呀 望而生味 哎呀 男人哪 在外边已经是很苦很累了 回到家里还要苦 还要累 外边的人和事 你可以躲 可是 老婆躲不开呀 没有温暖 没有关系 没有宁静 只有 喋喋不休的 抱怨 追问 试问天下 有哪个男人 不怕这样的家 其实啊 男人很自由 需要 更多的去安慰 更广的空间 更需 我忘了 你 不 妈 咱们不说这个 说说别的 抱怨 抱怨也行 你别鄙视啊 动不动就把 过去那些沉脂和浪骨子的事 拿出来了几多年 什么 什么三十多岁了 还不会骑自行车 为什么高考的时候 数学才打七分 妈你说无聊不无聊啊 我不会骑自行车 怎么 我现在有车开 我高考打零分怎么啦 我现在照样当主任 你张万美 这么多年没进一几 我拿话说你心窝子了 对不对 我都是 安慰你 我说你今天怎么说的这么流利 这么顺口 合着你说的都是你大姐夫的话呀 他还放什么屁呢 妈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 我姐夫他说得对 我姐夫多厚道啊 你要是我 我早就在外边 我搞出点情况来了 你早就 早就搞出什么情况来了 你说啊 你说呀 他睡了 起来你 锦绣 锦绣 你别这样好不好 百山刚才都说了 站着的老虎 你寻思去吧 妈 您敬护着你儿子 我不是护着他 我认为百山我跟今天说的对 随着他都是学着他姐夫的 这说明他这些话他都往脑子里去了 他心里有痛苦 他一举他活的累呀 真是 你寻思去吧 还有你 你们都寻思寻思 怎么又说到我这儿来了 我又没结婚没立在谁家窝棚里 这么多年都找着绕一个窝 你说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你说你问谁呀 你问你自己为什么 就你那个臭脾气啊 怎么激头歪脸的 这辈子我跟你架不出去 我跟谁激了 妈你别出关异端行不行啊 跟谁激了 你说那天你跟人家瞧瞧 就因为那么一个电话号码 人家记下来了 干嘛呀跟人激脱白脸的 要不是我在那儿 我跟你说你你真够强 有人瞧瞧真的 那脸都没出歌去 你真够强 我该爱他 怎么了 我上回见他以为我还跟他急一回呢 我爸话放这儿 我张氏和这辈子不嫁了 怎么的 怎么的你愿嫁不嫁 我就说一句你怎么的 说一百句在这儿啊 你嫁不嫁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人瞧瞧有什么关系 瞅啥 看啥 师哥 妈 您别生气了 估计小妹啊 她是心疼那五百块钱 什么钱 哎 金秀 你别管咱妈要钱 什么呀 我没找妈要钱 是小妹今天赔了人家五百块 赔人钱 为什么赔人钱啊 行啦 到这儿吧啊 回家 回家睡觉去 这合适吗这 这合适吗这 这合适 太合适了 您马上就成家长了 必须得有所作为 那他万一啊 没有万一 爸 您还不相信您儿子吗 我太了解中年男人的心态了 您就放心大胆地去 好 爸 就这儿 那我进去了 行 我陪你到门口 师傅 您找谁啊 我找董汉民呢 您找他什么事 有预约吗 预什么约呀 这是老董他爹 他刚进去 四楼您快去吧 谢谢啊 我怎么觉得这事呢 爸 您一辈子叱咤风云的 这点小事还为手为脚的 您就放心大胆地去 有什么情况给我拨电话 我立马就冲上去 不过放心 老郑没什么情况 去吧 嗯